欢迎收看1月18号的百格大事迹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首先来跟进美国爆发的毒苹果风波 卫生部今早在沙拉越州充公的2万个仪式 受到里斯特军污染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Granie Smith品种的青苹果和Gala品种红苹果 以做进一步的检验 另一方面商家表示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青苹果和加拉苹果 虽然也是来自美国 不过是产自华盛顿 这些苹果都是安全的 不过有些人却以为是有毒而不敢买 因此希望消费者能够认清品种 一些市场更展示出相关地区的苹果市 可以安全使用的声明 以解除消费者的疑惑 下来是社会新闻 吉隆坡和柔佛古来 今天凌晨分别发生枪击案 冷血枪手近距离开枪夺命 死者都是印翼青年 第一宗枪击案是发生在旧巴生路一带 一名印翼青年半夜和亲友 在主屋停车场喝酒 不料却遭到枪手连开四枪 头部中了一枪 并贯穿后脑 当场惨死 两名亲友则逃过一劫 第二宗枪击案则发生在古来太子城 一名印翼青年怀疑是被黑帮寻仇 今天凌晨在友人家门前聊天时 遭到两名蒙面枪手袭击 死者身中七枪 送院后宣布不治 下来换个焦点 在这百物看涨的年代 精明消费才是王道 现在大家出门购物前 不妨先参考冒销部设立的 全国物品价格表 这个列表列出了全马各州和直辖区 主要食品的平均售价 让消费者轻松比价 打好算盘 民众也可以到消费部设立的 民众也可以到冒销部设立的 一站式消费及互动网站 查看完整的114样日常用品的每日行情 另外消费者如果发现任何 无理抬高塑料的商家 也可以拨打冒销部的投诉热线 下来再换个焦点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今天在马尼拉黎沙公园 举行露天弥撒 尽管天不作美下起雨来 但还是无阻热情满意的信众 从全国各地涌入马尼拉 争夺教宗的风采 当局预计有600万人参加 这场菲律宾史上最大规模的宗教集会 教宗在菲律宾展开一连五天的访问 在黎沙公园的露天弥撒 是重头戏之一 大批民众在前一晚便抢着 涌路公园站个好位置 引发了小型踩踏事件 约12人受伤 这场活动结束后 教宗将会在星期一搭飞机 返回梵蒂冈 最后关注的是 由国外网站统计的全球生活指数 大马赛119个国家中 排名第88位 据了解研究人员是根据各国消费者 物价指数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当中瑞士的生活指数是最高的 其次是挪威 委内瑞拉 冰岛和丹麦 生活指数最低的 则是印度 尼泊尔 巴基斯坦等国家 在亚洲国家方面 以排名第七的新加坡 为生活指数最高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 敬请留守百隔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